就是我們要講到資產的 入帳金額的分別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是出塊頭沒有提到的 就是歷史資本法 就我一定要講到這個地方 這樣子大家第二次考試的時候才有一點點好味 要不然第二次考試大概四跟第三 都會跟出塊是完畢的 就一點挑戰都沒有 你們覺得一點吸收到心知都沒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進步這個調整到那裡 那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夠 接下來其實因為附近資產的部分 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交代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 大家有注意到就是今天我聽到一個新聞 潤泰審 潤泰審這些新聞 你一定會很好奇 聽到大家都沒什麼感覺 聽說上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 我是學校禮拜的策略 我們在校內 請貝 你們有這班椅子嗎 我這邊可以借你坐 因為我不坐 蛤 你說什麼 你自己這樣子是方向性的位置 好 就要跟大家講一下這個為什麼會很重要呢 是講一下這個關係 為什麼學會金很重要 了解會金很重要 因為上個禮拜呢 聽說呢 昨天進一天的潤泰審 潤泰審的股票 快年雕出漲的影響 好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呢 他們公布他們的第三 就是前三次的財報呢 賺了多少 一個賺了58點多 一個賺了26塊錢 EPS哦 前三季就賺了這麼多 那遠遠超過之前 他們給寫的水準 好 結果呢 那個就引起這個 很多人就這個經驗啊 就聽說像當天的這個融資啊 就多了一千多張圖啦 結果呢 那個就經常會就引起他們的注意 好 就是那你的報表是怎麼寫的 怎麼編的 然後後來呢 就發現 所以他就使用了什麼IFS 好 IFS呢 裡面就提到一個 物業資產 用公平價值來衡量 那他用公平價值去衡量之後 以前就是用他的歷史成本啊 你現在用公平價值之後 他的價值就漲了好幾倍 所以呢 他的EPS就賺了那麼多 所以呢 這個政府 這個經管會呢 他實在也好小氣喔 這個法案三萬塊 說會計師簽證呢 呃 不許 好 那我不知道法誰了 感覺上應該是法會計師 因為是會計師簽證不許 因為他沒有去充分揭露 IFRS有適用之前的 如果根據IFRS適用之前的話 他調整 就是如果按照以前的會計準則的話 那大概前三季就一個賺兩塊多 一個只賺三塊多 那麼差天差地的 好 那如果這個因為聽到說 他們現在只從原來賺兩塊多 變成賺五十幾塊的 套進去買個融資的人 他就什麼 他應該怕死了 但譬如說禮拜反正他的股價昨天 這股分別人說 今天禮拜昨天的股價就有修正了 就別想 別人至少都不得了 所以這個 了解這個東西就很重要 那今天我們不去談這些東西 那我直到就是說 為什麼IFRS呢 欸 為什麼大家其實講到這個東西 都會耳朵為之 這個不是一定要好的 就耳朵都會豎起耳朵來聽 對 到底它的影響有多麼大 所以如果根據IFRS的一個適用的話 所以資產也對它的劇情 像一些受寫公司的 創作就會很好看 為什麼說明公司是 最大的投資標的都是房地權 所以房地產他如果能夠用 公平價值來很亮的話 讓他的這個這個當年度 就是重新調整之後 令年度的EPS 就會變得非常好看 但是就下去比較 其實不是因為他公司賺錢 而是因為會計準則的改變 而導致這種情形發生 他跟公司的營收去沒關係 而是公司突然找到一個什麼明星產業 然後積極投入 導致營收斷面的EPS增加 而是因為會計準則的改變 而導致的 所以不應該給這個投資人 有錯誤的這個誤導 好 錯誤的感覺 好 那這個是為什麼 我們要去講不動作的 好 那第七第八章 這兩章就很重要 也好 那當然這一陣子呢 有在舉辦 比如說 像什麼衛權啊 康師 領金啊對不對 康師論 就是領金啊 還有衛權 他就講說這個公司的商譽 相互有一代什麼 有的問題也有一代 但是對於他的方面 也不會很大的影響 因為他們的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的賠償的金額 其實就整個營收來講 其實所在的比方沒有影響 所以對公司來講 可能也沒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上個禮拜 大概就是有去追蹤 像衛權呢 外資還怎麼加碼 好 次買超 然後呢 有些同性呢 挺新的買超 他們就問為什麼會這樣 那就是探討說 因為我們目前對於商譽 並沒有去 自行發展出來的商譽 並沒有去認定 所以這個商譽的損失 在發生事件的當年 或當時 並沒有去反映大家的財務爆料 所以大家都不敢 好 所以這個也是 他這個當時 這個最近有在討論這些問題的 所以這個無形資產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好 那這些都是我們後續會去探討的 很曉得大家聽到後續要看到 這個對未來的投資 或者是你未來關於你的理財 因為很大的影響的意義 怎麼好像那麼冷淡 好像是關鍵 我去引述這些事件 這些新聞就是要讓提醒 大家對於學習上面的一些什麼 熱情 以後會關心到我未來 怎麼去領我的財 我怎麼不做財務規劃 不是應該更多的關心才對嗎 好啦 那你們無感 我也不能跟在裡面講 就只好繼續進行我的課程啊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第六章 所以第五章我們講完 第六章我們就講存貨 那我們講存貨呢 基本上存貨它也分成一些前半段 我們也談到存貨 中文談論的時候有兩個 存貨 什麼叫做存貨 我買起來的東西還沒有賣出去 之前就叫做存貨 那存貨呢 當然我們講這個科目的發生 一開始我怎麼去入帳 存貨是一個資產性質的科目 他怎麼去入帳 那存貨 持有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以及期末很降 當然一樣三個問題 就像我應收帳款 應收款項一樣 應收款項 這是一個資產性質的科目 那我發什麼樣的交易 所以會產生應收帳款 會應收票去這個會計客戶 好 那所以我們去介意 主要應用行為都會產生的 第二種 它入帳的金額怎麼決定 好 再來 其有應收帳款 這個科目當中會發生什麼事情 兩種 一個收到錢 一個沒有收到錢 期末 贏降 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模式 套到那個 應收帳款的模式套到存貨 存貨也是一樣 那 當我發生交易的時候 什麼樣的交易的時候 我會用叫做存貨 第二個 那這個科目 我的入帳金額怎麼決定 第三個 這個存貨的持有當中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個是賣掉 一個是沒有賣掉 可能發生什麼樣 就是保存出現的問題 再接下來就是 請我評價的問題 所以應收帳款 就探討的幾個時程 再存貨也完全一樣 好 所以第二個 我們要來探討 什麼情況之下 我用存貨這個科目 第一個存貨是 公司打算 企業 持有它的目的是要賣的 如果企業持有的目的是要自己用 它就不要存貨 看清楚嗎? 我們冷靜靜買進來自己要用固定資產 辦公設備 如果我冷靜靜買進來 我是準備要賣的 就是存貨 我買這種大樓下來 是我自己要設辦公室的 就是我的固定資產 不動成堂的設備 就是不動產 如果這個辦公室買下來 之後我準備要賣的就是存貨 所以存貨這個科目 不因為你持有的這個東西的價值多寡 我來接聽它完全不一樣 不是 是依你取有它的目的來決定你的科目 好 所以第一個 你先瞭解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被產生存貨 第二個 你存貨入障的科目 就是它的金額 本來我跟妳講它的入障的金額怎麼決定 那是要講它的入障金額之前 我要先講一下你入障的科目 好 那我的入障科目 會根據你的存貨盤存制度而有不同 如果妳是永續盤存制 好 如果妳是永續盤存制 如果妳是定期盤存制 有很多人說的 太腰不義 太腰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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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剛剛講說我的入贈科目的決定 剛剛先進行什麼樣的情形之下的用數目這個科目 並不是內文負面的資產 或者不是費用的科目 就是判你持有的目的 那我接下來談說 那你要入贈的金額決定之前 我先要請大家確定一下你入贈的科目 好 如果你是安全制度是採取perfuture 跟安全制度是採取preordic 好 那因為產業的問題 你會這樣說 我之前公司有門 所以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定期 好 我就告訴你了 以前我們叫做定期的reordic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永巨 告訴你 有個就是perfuture 好 名稱交給你了 然後告訴你說 如果你先買進來的時候 這兩個盤旋制度 它的科目怎麼用 如果你賣掉的時候 這兩個盤旋制度的交易工作 貴子的寫 理解的科目就好了 好 留在人資源上來寫 好 這樣我想要趕快 趕快 趕快 但是 才要讓大家有一點點 參與感 對不起 ik mei 我可以寫一下嗎 吧 我沒有點嚐 來 請你或許自己一起了解 aker 個女士 nutri 那你先選你 你喜歡寫勇氣還是寫 喜歡寫reordid 那你先選你 放棄這位選擇 禮儀者 好快 這兩個讓你選擇 永續跟 定期 reordid 然後四個 這邊有四個 你是永續的買 或者是選擇永續的賣 你選擇近期的買 有四個 四個問題讓你看 你要先選哪一個 好 好快喔 李承浩 李承浩 可以來嗎 好快喔 你上來寫 看你要寫哪一個 好 李承浩 好 李承浩 來 好 李承浩 你挑三个里头,你现在一个鞋挑一 鞋的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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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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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鞋 又一层 林廷安 林廷安 OK 林廷安 王天宗 天德盛 舒子祥 金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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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張惠元 另外選一個 好 請 張惠元 另外選一個 請 張惠元 另外選一個 請 OK 誰先講來是誰先搶到你要寫的 不用帶書啊 去瞎寫科目 跟课本没什么关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 这里写的都对了 那我要告诉你说 在永续盘存置 因为我一开始交易发生的时候 我就是借记存货 平均存货 存货呢 它这个客户是属于资产限制的客户 你要知道它两个有什么不同啊 这个是一个 进货这个科目是费用性质的 存货它是资产性质的科目 那买进来的时候 在永续盘存置 我就直接用存货 那如果是定期盘存置 我就叫做进货 好 接下来如果跟进货有关系的 我反正中间想说 写一下跟进货有关系的 譬如说 我的进货的折扣 退回以责让 好 退付以责让 如果用永续盘存置的话呢 我就直接借应收账款 代我的存货 直接就代存货 我从头到尾都用inventory这个科目 我的数字的增减变动 我都直接用inventory这个科目 好 那如果你是定期盘存置 我发生了 跟进货相关的 譬如说进货退回责让这些的话 我就代记 进货折扣 进货折让与退回 好 看你是什么样的科目 进货退出与责让 都可以了 好 切记应收账款 就是这个科目 可以讲 应收 不是应收 是应付 这个也是应付 因为我是买东西要付钱的人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在定期盘存置之下 我会发生了会计通货比较多 因为你会交进货 进货折扣 进货退回与责让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如果我有运费 好 如果我有发生运费 好 如果还有发生运费的话呢 在我们的永序盘存置 好 运费的话呢 在永序盘存置 好 运费的话呢 在永序盘存置 我会带现金 或带应付费用 如果是永序盘存置 因为我的禁货 预费是我禁货成本的加项 在永序盘存置我就直接借记存货 所有跟我的禁货 有跟我的存货 跟我这个买进来这个商品有关系的 在永序盘存置之下 我全部都叫做 英文的词 都叫存货 但是如果你是地级盘存置的话 那我如果是发生了进货运费 我就是借进货运费 带应付费用或现金 好 所以我的科目 在定期盘存置之下是比较多年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卖的时候 卖的时候呢 在定期盘存置 我只要管我卖掉产生多少的运收账款 但是呢 如果是定期盘存置 我除了卖掉的时候要承认 但我的印收账款之外 同时我要把我的存货转为销货成本 所以等于说呢 在定期永序盘存置呢 我卖掉的时候我就必须决定出 我卖掉这一批货的成本是多少 因此在定期在永序盘存置之下 好 其实为什么它叫永序? 因为它是一个实账户 资产系实账户 为什么它定期? 好 因为呢 它是一个时间一个时间来算的 所以费用是一个什么? 快递期间之下多成就没有科目 好 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去把它match起来 为什么它是这个名称呢? 好 那我重点要讲的是 在永序盘存置之下 因为我卖掉的时候就可以知道 就要决定出我的销货成本是多少 我卖掉最低货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在永序盘存置 我随时在账册上面 就可以知道我目前剩下多少的存货 也因为我知道我剩下多少的存货 所以等于是什么? 我随时可以在我的账册上面去掌握出来 我有发生多少的成本 所以我可以从我的账册里头 我就可以先算出 先结算出我的销货成本 销货收入减价 销货成本等到销货毛利 所以我可以从我的账册上面 先去做我的损益表 从我的账册上面我就可以先做 因为我们编册一百的时候 要知道收入 要知道成本 要知道费用 那我在定期盘存置里面 我的收入有了 好 我的成本有了 那我发生每次发生费用的时候 我付钱我就产生了什么费用代谢金 但六颗也一定在我的账册上有了 所以这一个永续盘存置 我有一个名称又叫做 我要念红色 又叫做账册盘存置 因为我可以在账册上面 随时知道我的销货成本 随时知道我的存货 所以在永续盘存置之下 我的存货是管理的比较好的 好 那定期盘存置你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卖掉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 我卖掉这批货的成本